新任内政部长林又昌最近因为基隆沪海公投成为了焦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当基隆市长的时候对于四街送件 但是他现在当了内政部长居然就把这个整个案件的驳回了 他说呢基隆沪海地方公投呢是认定非属于地方自治 好 公投领先人提案人王显志就说了 赞成能源转型建议转型地热电厂 针对呢填海造陆基隆市政府应该要有决定权 好 现在呢担任基隆市长的谢国良就说了 现在要重新评估这个公投的提案 绝对支持公投进行下去 好 但是呢基隆市府也说了 内政部长的认定呢让地方是公投呢形同虚设 好 不过我们看到这个林又昌他在接掌内政部前夕 就在脸书发了签字文检讨民进党 当然呢党内也很不满私下就批评说 你内政部是管道海边吗 建议林又昌呢先做好本分照顾好中低收入户 也能对选后极欲重振的民进党来做出贡献来 现在连党内都批评他内政部你是管道海边了吗 好 不过呢这个能源的问题 大家的确还是非常的重视 因为来看到陈建仁呢在上任之后呢 就核定的第一份的公文就是净零排放 净零排放这个计划呢总经费是大约有743亿元 所以前立委这个郭正亮就批评了 他说如果呢赖清德有幸选上总统的话 才会知道有多么的可怕 这个减少排碳呢是注定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涨价的 到时候呢要遇到问题的是谁呢 是下一任的总统的 不是陈建仁要碰到的问题 就看到蔡英文曾经不是也跟李远哲说吗 当时呢李远哲呢在商讨探跑议题的时候 蔡英文就直接跟他说 反正2024不是我的事情了 之后呢这个碳排的问题啦 这个能源的问题也不是我蔡英文的事情了 所以呢就撇得一干二净 民进党呢坚持要废核 但是台电打算在基隆外木山填海造陆 要建四阶天然气的接收站 当地居民就发动了护海公投的联署 但没想到呢现在内政部却说了 这跟地方自治无关 没收了这份的公投 民众就痛骂说简直是极权政府 蔡政府坚持废核 台电要在基隆外木山填海造陆 将协和电厂改建为四阶天然气接收站 但居民担心将造成当地的空气污染破坏生态 去年六月发动护海公投联署 没想到内政部在民进党基隆败选后 裁定驳回公投 说这是中央事项和你地方自治无关 地方都没有表达意见 甚至表示反对的权力和空间吗 那我说中华民国干脆就直接宣布 为是中央集权国家好了 这样子我觉得还会比较直接一点 而且还要填海造地 破坏基隆市的海岸景观 自然生态渔业发展 甚至影响基隆港的营运 对基隆来说是软土深掘太过分了 内政部没收基隆市民的公投权 讽刺的是当时的基隆市长林又昌 现在正是内政部大官 污染跟付出代价的是所有的基隆人 那难道基隆人不能够有声音吗 你就把基隆人的安全 把基隆人的福祉牺牲掉 作为你到中央升官的筹码吗 我觉得这样的政客会不会太可耻 基隆出身的基隆市长 可以罔顾基隆的名义 没收基隆人的公投权 然后现在到了中央之后 过河拆桥 当初以和养绿公投过关后 民进党不听民意照样废核 如今民众是不是连表达抗议都不行 连公投都不让你投 他发现了这个地方性的公投 其实还是有可能会被通过 尤其是在市长换人了 他们没有信心 他们只好用这种方式 直接取消你的人民的权利 整个都是政治干预 他们是不太尊重民主的直接民权 这是我觉得民进党堕落的地方 连这个人民的意志呢 表达的机会他都要剥夺 从三接到四接天然气战 都让民团激烈反弹 但民众的愤怒呐喊 远远比不上民进党手中那块 废核神主牌 记者林郑杰 网站台北采访报道 基隆四街填海造陆的争议 为些民团在去年发起的反对填海造陆 公投联署 但是内政部认为这是非属地方自治事项 所以驳回被质疑是技术性的封杀 而因缘侯瀚亭的还原送件的过程 他痛批根本就是基隆市府延宕 然后再甩锅给行政院 那么地方自治的公投呢 这个公民团体非常的努力 在去年六月一号的时候宣布启动 其实在一周之内 他们就已经达到了联署的门槛 那依照规定的就是送交给基隆的市政府 但当时基隆的市政府就多所拖延 要求什么 要求说这个你们要补件 补什么 因为如果是说补一下这个 发现份数不够 要求补件很合理 这不是 他说要求补一下 你们要说明一下一些法律内涵 你们要说一下 这叫这是不是属于地方自治 这不是应该基隆市政府 然后要去问行政院吗 或应该基隆市政府自己要认定 没有 那地方团体 你们先自己认定 更夸张的又来了 他讲说你们这个补件内容 你们还要再讲一下 那如果你们不要四接 那你们的替代方案是什么 这就带有问题了 过去的每一项公投 从来没有主管机关 在问人家替代方案的 那说我们支持新建核四 不会有人问说那你们新建核四 那请问一下你们的替代方案是什么 不该三接替代方案是什么 没有因为我们是公民团体 公民团体我们就是针对特别的法条 提出yes or no 那至于未来要怎么做 这当然是政府机关的事情 按照行政程序法 内政部应该要在两个月以内 最晚两个月以内要赶快通过 你看七月送件 应该要在九月通过 结果没想到拖拖拖拖拖拖 拖过了法定的程序 拖到了去年的十二月就选后 然后才说打枪了 这个不是属于地方型的这个问题 好奇怪 那如果说这不是属于地方自治 那你前面基隆市政府在拖延啥呢 那你基隆市政府那你还问人家是问啥呢 你不是还问他说是不是属于地方自治 那你基隆市政府也是表面上同意了 你才会你认可了地方团体律师 所举证的内容跟说法 认为这是属于地方自治的项目 你才会把它拿去问给行政院 你才会拿去问内政部 如果基隆市政府 你一看到地方团体的说法 你打枪你就直接打枪了 你不需要再去问内政部啊 所以等于是基隆市政府先延宕 然后呢再甩锅给行政院 然后行政院呢就又延宕 那后来呢是因为整体选输了 要换人了之后呢 然后再全盘的否决 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 在八年前一段受访的影片 最近在台湾疯传 李显龙直言台湾经济失去了发展的方向 年轻人买不起房子 但内政部长林又昌 昨天亲自主持上任之后 首场的记者会 他主动提及李显龙的影片驳斥 说这个说法不是非常的准确 立即引发了网友的炸锅 痛批说一句话就知道 未来对房价不会有作为了 还有人说民进党是越来越不想演了 居住正义分成两块 一块就是租屋的正义 另外一个是 这个他在购买的时候 能够买得起 那我们有看到 这两天好像 有一个影片 新加坡的前总理 这个李显龙有一段影片 然后再提到说 好像新加坡的年轻人买得起房子 但是台湾的年轻人买不起房子 这样的说法其实不是非常的准确 台湾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